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 飆股特派車 我是說帶也輕鬆賺大錢 今天指數還是一樣接近歷史最高點附近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看得出來這叫空投嗎 很多人跟你講多悲觀多悲觀多悲觀 那當然啦 電子漲 台積電漲也好金融漲也好 當然會對指數有比較大的貢獻 但是對其他股票可能會有壓抑 但是我要再講第二遍 最有競爭力的公司就是台積電 台北股是創歷史新高的 台積電都沒創立新高 你覺得合理嗎 今天台積電終於創下歷史新高了 所以這創歷史新高的 我們來看有沒有 老師你騙 有沒有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的 終於創歷史新高的 那也因為台積電的拉台 指數 有沒有 又接近歷史最高點 有沒有 這接近歷史最高點 可是如果你看指數的話 不含電是跌150點 其實最近這一段時間都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你看指數一定會失真 所以幹嘛 你幹嘛去看指數 你不要去看指數 那我是還是強調 我還是跟你強調說 還是可以買 在節前的賣壓 有沒有 在疫情升溫之下 在節前賣壓之外 包含說 美國FED升息的疑慮之下 這麼多的賣壓 他都需要時間去消化嘛 可是你看指數跌不下來 跌不下來 不是要放下嗎 可是指數跌不下來 正效耶 那指數一直漲 漲不停對不對 好 所以 我一直跟你講說 你要買 你不要去管指數 我請問各位 有沒有連續漲零板 這我上禮拜有講過的啦 圖也給你看 那個什麼 上禮拜的表現也給你看過 今天是第二根漲零板 你應該都印證到了吧 就算沒有講的啦 這是另外一張股票 這講更早 今天是跳空漲停板 真爽 這位老師 太誇張啦 我先講你知道的啦 來 上禮拜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要買這個 隱藏版的標股 你一定要大賺的 趕快來拿 好 我們來看 我現在你看 這一條叫做頸線 這一條叫月線 請問你告訴我 看也知道嘛 這絕對是千載難逢的買點嘛 對不對 指數殺下來 都拉 雞電都拉金融股 就沒有拉這個 我買什麼 我買這個 喔 啊你問老師 我做什麼 我做 我節目上講什麼 我就做什麼啦 我做什麼 我節目上就講什麼啦 我買個股票 這是禮拜五 我說要噴了 我讓你看今天 我讓你看今天 掌鈴板 掌鈴板 你應該印證到了吧 你不要再說 今天掌鈴板 兩天兩支 隱藏版的標股 我相信你一定有賺到啦 那另外一檔股票呢 我更早講 但是他反應的比較慢 但是他今天直接跳空掌鈴板 真爽 你說我還需要講什麼 還需要講什麼 那請問你告訴我 我有叫你買吧 我有叫你買吧 你不能股票噴出來 你告訴我 老師你沒有叫我買 我一定有叫你買啦 來 我們先講大盤啦 這是大家今天跟你講的啦 台股贏兩萬點 跟著外資壓寶 請問你告訴我 你需要跟著外資壓寶嗎 外資做多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我已經說兩塊就完了 你不要跟我講說老師 長這麼多 我從頭到尾有跟你講說 指數長多不能買嗎 從來沒有 而且 如果你有看過我節目就知道啦 過去這半年我都是這樣講 如果你不敢低階 大碟你不敢買 麻煩你 麻煩你閉上眼睛去追最高點 因為都會解套 那原理是什麼 因為是多頭格局嘛 我不解釋啦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去做多 不是叫你真的去追高啦 當然 指數就算在最高點 也不代表所有股票 那一天都是漲的啦 有些股票是才開始漲 有些股票開始跌 可是有些股票開始漲嘛 對不對 我們講重點啦 為什麼我來當這列克說 讓我的標股來當你的靠山嘛 我問你這問題啦 你需要 老師真的好像要兩萬點了耶 真的好像要挑戰兩萬點對不對 連其交所 其交所的動作都出來講話了 2022年很熱 今年很樂觀 現在才一月份而已哦 現在才一月份哦 哦 那劉等於說台積電今年是好年 然後呢 士大利多 黃天目對今年台股非常有信心 這都不是阿貓 你說老師 好 這個阿貓阿狗啦 這個阿貓阿狗 這個阿貓阿狗 那就算了 那不是哦 都是重量級的人物哦 他們說的 你從該相信吧 那你說台積電創新高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又調升平等啊 都調到一千塊了耶 我看過了耶 所有股票都不要漲光台積電漲就好 指數最少兩萬三 應該都都要兩萬三起跳了啦 那你覺得其他股票不會漲嗎 金融都該死不會漲哦 電子都該死不會漲有沒有 其他傳染股都該死不會漲 你覺得合理嗎 也不合理嗎 多頭格局就是所有的股票都有機會輪到 只是他們什麼時候開始飆對不對 好 那台積電是最有競爭的工序 所以他當然要漲啊 他當然要創新高啊 這我就不解釋了哦 這怎麼做又超誇刀的 有沒有這我就不解釋 就是今年將大賺三個股本啊 千元新的共識高盛調到1050 我不管會不會上千元啦 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啊 台積電 再往上挑戰新高 應該是沒有意外啦 看到七字頭甚至八字頭 甚至九字頭 都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請問你告訴我 指數有可能只有兩萬點嗎 你就想這個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叫你做的 你知道你說什麼 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說什麼 哎老師你現在叫我做多 我不是現在叫你做多 我在請你那邊哦 沒有錯 我現在還是叫你做多 那做多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多頭格許根本就還沒結束 甚至可以告訴你 只是剛開始而已 當我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在笑了 很多人就開始赤字一筆 哎呀老師你頭髮掉了 起這麼多你說開始而已 那我請問各位 我跟你講如果有大波段行情的時候 你怎麼不相信 現在你回頭去看 真的是大波段行情 那我現在可以講 還沒結束 甚至我覺得這只是開始而已 你也是不相信啊 沒有關係啊 反正時間會證明一切啦 你說老師 用誰說的大家都會贏啦 現在台面上這麼多分析 每個人都把這樣子講 那請問各位說 我有沒有講 我有沒有預告 我有沒有在這裡叫你全力買進嗎 你看那個時候 10月10號大概在這裡啦 大概在這裡啦 疊很好要去找標股 不要那麼在意指數 大疊是好事才能乘負通分配 疊的時候不買 那你什麼時候買 一直講到說大波段行情要來的 10月15號 12號13號14號15號買到手軟 真的買到手軟 因為有大波段行情 所以我帶著貨也買到手軟 然後呢 上上來創新高 我說我在這裡 要噴出之前跟你講 大波他的行情要來的 原因跟理由 我都解釋過了 我不解釋 好 到這裡 有沒有 終於噴出了 這裡我天天買 一直噴到這裡 你不是說沒機會哦 你買哦 跌下來給你買 請問你買不買 不好意思 我又買在最低點 26號 長黑 29號最低點 好 26號我說什麼 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一次你一定要把握 有沒有 26號沒有大跌 怎麼會有買點 那請問6號說 這是最低點的前一天 好 隔天就是最低點 要懂的買 這一天是11月29號 你可以自己去查啦 可以去對時間 都可以啦 26號 最低點前一天 29號最低點 不要說這裡啦 老師啊 那太分了啦 現在可以買嗎 請問我有叫你買嗎 我請問你有買在最低點嗎 老師 那太分了 不要說了啦 好啦 再放大 我們再放大 我們就講比較近一點點 請問這裡有沒有買 好像又連買快一個禮拜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說什麼 每個人都會講明年第二季要升息 我說升息就是噴出 我很希望他趕快升息 最好越早越好 好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人跟你講疫情爆發 我說真的這鬼扯啦 要不升息 要不就疫情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跟你講台北股市會有吸一波的資金大一下 沒有人要相信 每個人都覺得台北股市會跌 12月21號 禮拜二 新聞報紙一打開 每股他找盤重挫600點 兩天跌1000點 真的是 前一天12月20號台北股市也是重挫 100多點 就這一天嘛 就這一天 這一天是20號嘛 20號那天跌幾點 我們看一下 跌143點 那天跌143點 隔天新聞 你看到這個 那我前一天還在跟你講說會有吸一波的資金大一下 請問你為什麼 絕對會太扯 老師啊 你說的 我敢不相信 看來就說消費對不對 好 後面就是天天創歷史新高啦 啊請問你看 有沒有叫你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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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不是都最低點 一直噴到 哪一天我才跟你講說真的可以先賣一趟 1月5號 最高點 我老師 看到鬼啊 好 要有禁股哦 1月5號 因為我們會賣 而且我講得很清楚哦 跌下來 我一定買 他就照點 他說照點來了 老師你怎麼知道要跌下來 我話一講完 你所有人看我節目講完 隔天台北股市暴跌200點 啊我才叫你買一堆嗎 這不是叫你繼續買嗎 這不是又叫你買嗎 這不是叫你買嗎 啊為什麼 這天要叫我買 那我賣當天我講得很清楚 我節目上直接預告 我賣不是看壞 我賣是為了再買 所以他跌下來我一定買 那你怎麼知道他會跌 跟節節賣要有關係啦 隔天我講完 我賣完隔天 我賣完 講完了 好隔天大跌200點 再隔天再大跌200點 好 這一天是1月7號 1月7號我說什麼 1月7號我說什麼 今天如果是你 你也是這種感覺 好爽喔 我們已經準備要佈局了 那事實上你會發現指數又漲上來了 那天1月7號我講完嘛 隔天就是1月10號嘛 啊一大早你一定覺得老師你沒準 破底 結果既然拉上來 後面就一路漲到這裡 幾乎天天漲喔 除了這天沒有漲之外 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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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我們老實講其實指數沒有漲 因為這一段時間 除了漲金融就是漲台積電 其他的股票跌了一塌糊塗 我講真的啦 因為指數漲 然後我就跟你講 我就蒙蔽 蒙蔽你的眼睛跟人家 只要講做準 這準的都講完了 指數一直漲喔 有沒有 有很多股票跌的一塌糊塗 那原因是什麼 我還是要強調一遍 節錢的賣壓他還沒消化完畢 所以我已經講過了 指數這裡不太可能直接就噴出 那如果他噴出 那就代表真的太強了 資金行情真的是擋不住 那也沒辦法 但是老實講 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會 不太可能這個時候就馬上就噴出了 因為第一要放假了 所以他這裡應該會排一段時間 等放完假之外 一切都明朗了 才會噴出 才真的噴出 這個就是你大賺的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反而希望他休息久一點點 你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佈局 那為什麼會噴出 很簡單 這個打蛋 這個是大家在恐嚇你的東西 哎呀老師三月份要升級 我要升級嘛又級嘛對不對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這個 那這是我最期待的 老師你頭上壞掉 你真的是頭殼壞掉 為什麼我期待這個 我期待 我真的非常期待 我已經講過了 升級就是噴出 那至於理由 我就不再解釋了 所有看過我節目的都知道 如果是三月 那我覺得時間剛剛好 為什麼剛剛好 我解釋過了 我就不花時間在解釋 你去看哦 現在全世界企業通通都在發債 都在搶廉價的資金 為什麼 你現在有錢沒有用哦 有錢我全部都來去投資 那因為利率太低 所以我要拼命借一大堆更多的錢來投資 搶錢投資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急需要升級的原因 因為利率真的太低了 他只證明一件事情啦 很多人說升級好恐怖 哇升級哦 資金會緊縮什麼 有的沒有的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利率太低了才要升級啦 那升級不是一次升10碼20碼啦 你放心啦 這個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當你利空都反應完了 就是要噴出了啦 好 所以你去想一個東西哦 什麽收盤的錢還是一直湧進來 路透跟你講 全球房市漲是不會停的啦 為什麼不會停 美國的房地產股價 美國房地產指數 率子已經狂飆了 漲幅是這50年來最高啦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一直跟你講說資金大海笑來了 資金大海笑來了 你都聽不懂嗎 那你都聽不懂 那你都聽不懂 台北股市為什麼會噴出 時間點升級剛剛好 因為 政府不希望你炒房 所以 他在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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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大房啦 所以 這些資金 會在未來的兩三個月 慢慢 往股票市場跑 因為錢總是要找到一個出海口 那你不能投資房地產 我們說房地產是資金最大的出海口啦 因為 你買房子不是 你不可能拿30萬50萬買房子嘛 最舊的幾百萬幾千萬 甚至幾億嘛 對不對 好 你現在不能買房子 這些錢跑到股票市場會怎麽樣 我講到這裏就好了 為什麼我跟你講 資金大海嘯要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升級的時間 剛好房子的資金跑到股票市場 還有一個東西 龍劍回補槽也要來的 三月底起跑 會不會直接 嚇空 所有人都看空喔 所有人開始 不是看空啦 所有人開始越來越保守囉 有沒有 還要升級的 要緊縮了 要開始保守一點點了 要開始在觀望了對不對 最後就噴出啦 甚至有的人會做一些避險 甚至有些在放空 那個時候噴出喔 那才恐怖啦 有什麽人家 超越港股 其他我不講啦 兩萬點不是夢什麼 每個人都這樣跟你講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買股票 過去的我們不要再講了啦 我們講 我講最近你剛發生的這樣好不好 我問一下問題啦 隱藏版的標果 上禮拜是不是跟你講這個 我是不是帶你買這個 我先講 我再講一遍 我節目上講的一定是會員操作的股票 我操作什麽 我才會講什麽 很簡單 我個人不一樣 你去看別人的節目 每天都在分析標股 分析標股是沒有用的 代表沒有賺錢 為什麼我跟你講的股票 我敢跟你講我大賺 我們買這個啦 隱藏版的標股啦 現在沒有人知道的 老師你買什麼 你真的有買嗎 我買給你看啦 我們就買這個 我就買新勝利 而且直接跟你分享 那買的原因很簡單 月限支撐 緊線支撐 都打在這裡 你這裡不買 你要到處就買 我們就是買新勝利 我就是帶你買新勝利 你要賺的瓜金來 銀藏版的標股 來 我講完了隔天 新勝利 禮拜五亮燈漲停板 我說要噴了 我一定有講啦 你有看節目你都知道啦 這是 這個是今天的新勝利 這是今天的勝利 你應該都印證到了吧 新勝利亮燈漲停板 電動車 兩天兩支漲停板 兩天兩支漲停板 這比我跟你講說 之前我們什麼股票 多會飆 飆翻天 還有意義啦 因為有些股票 長太多我會賣啊 我舉個例子 現在應該 沒有人會給你講這個吧 跟我稍作的全部大賺 而且賣掉了 那更不用講 OMG 更早啊有沒有 四十幾塊給你推薦的 飆到兩百多塊 你們老師叫你去追 我叫你賣啊 所以我才會叫你買大魚支 大魚支我們也賣掉了 那宏達電那些 我就 我就先不講了啦 好不好 有沒有噴 有沒有亮燈漲停板 我們來看一下啦 不要說我來騙啦 我們就買這個 我會員買什麼 我會員操作什麼 我就跟你講什麼 這樣有清楚啦 這個 比我跟你講前面 我們跟你講的綠電還有意義 我這飆到快咪笑了 啊這個其實你都知道對不對 你都印證到了好 綠電噴出 我跟你講什麼 我不要講綠電啦 講那沒錄音啦 老師噴出你還拿出來講講講看什麼對不對 請問綠電噴出了 我跟你講什麼 狂惡8440綠電 連續漲停板噴到發瘋 只要有來電的 你電話有840的 通通都可以來 就像今天 我為什麼要請你 我為什麼要請你來 你電話裡面只有3710 任兩碼 按0是一定有啦 所以你只要對371只要有任何一個號碼 你手機裡面只有371其中一個號碼 0是一定有嘛 那這一支就是你的 最強必噴 最強必噴 老師為什麼是3710 為什麼 狂惡8440綠電你知道嗎 你電話只要有840認兩碼 他就是你的 其實有人已經知道我要跟你講什麼 他就是3710的連斬頭控 他就是你的 我們一看綠電怎麼標的啦 甚至盤 中間還有跳空漲停板 好 現在換他 你有來的 麻煩幫我做見證一下好不好 我帶你買的連斬頭 連斬頭控 心必噴 有啦 你 綠電已經噴出了嘛 連續漲停板噴到發瘋了嘛 所以你只要電話裡面有840的 任兩個號碼的 那其實就是有8或有4就可以 因為0一定有嘛 有8有4就等於有兩個號碼的吧 任何一個哦 有8或者有4 心必噴 連斬頭你就可以去買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有沒有噴 另外一位老是 這次神經病 你給我介紹我高評 藏黑 還沒噴了啦 然後呢 後天你再去印證 還是不會噴啊 還是不會噴啊 你笑西洋 你怎麼會噴 根本沒人要 我要 我就跟你分享連斬頭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啦 好啦 這是禮拜五 他沒有掌停板哦 他比新勝利還弱哦 新勝利已經掌停板了哦 今天今天的跑哪一曲 今天在這裡 今天跳功掌停板 什麼都不用說 一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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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爽 哦是 賴哥掌停板啊 哦 啊請問你告訴我 你有來的好不好賺 只要電話有840的 認兩個號碼 我們不要管綠燈多維標 連斬頭 他是不是也這樣子飄 今天跳功掌停板哦 那新勝利也掌停板對不對 好 所以 狂赫在狂赫 噴出狂飆沒有極限 只要電話裡面有 3710 認兩個號碼 最強必噴 他就是你的 只要有371 其中一個號碼 你的手機 你的家裡電話也可以 只要有 你通通可以打電話來 他就是你的 沒有任何損失哦 你就馬上可以掌握 大家的機會 手機只要電話3710 認兩個號碼 電話開通 他就是你的電話 他就是你的電話 請問到 SQM 財兵台 2022虎虎賀新村 999黃金專案 讓您縱橫股市虎生風 2022虎虎鹤新春 999黄金专案 让您纵横股市虎虎生风 黄金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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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专线 Live直播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头部 0285113366 标普特快车 标普特快车 欢迎再回到现场 你真的想要探紧 今天一定要来 真的一定要来 真的 我刚才就再强调一遍 广二再广二 喷出狂飙没有极限 只要电话里面有3710 认两个号码 那你只要有手机的 通通都有0 所以叫371 为什么是3710 拜托的啦 8440绿电 喷翻天 你手中有840 认两个号码 连展头 今天跳空涨领板 要没有 我们不要连展头啦 新胜利 今天也涨领板啦 你都印证到 对不对 全部都锁起来了 我再给你讲一遍啊 只要电话里面有3710 随便两个号码 只要他对中 你来的通通都有 最强必喷 一 都 四 你 电话只要有3710 认两个号码 只要对中 赶快打电话来 全部都有 东方来召售专利 明天见